喜欢玩软斧的玩家都知道 软斧有时候并不受大家的待见 在排位中 如果你选了某位软斧英雄 队友可能会说 来个应付或者要重开 既然软斧这么不受待见 为何六个半位里 软斧至少占了四个呢 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是他们认为软斧都是混子 不想让你拿 觉得选了这些混子后 绝大可能会输 第二点是因为软斧都是功能性负责 觉得很恶心 比如蔡文姬可以帮队友回血 大乔可以让队友传送 也要跟着C位太难处理 怕队友选也怕队面选 这也是为什么办软斧的原因 第三点是因为很多女玩家 英雄值很浅 只会玩那么几个英雄 而且都是软斧 如果把几个热门的软斧禁了 说不定他们就没有英雄玩了 这样打就简单多了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软斧让人又爱又恨 我并不觉得软斧是混子 只要对抗路选一个比较肉的英雄 那队伍是可以拿软斧的 队伍有了前排 加上软斧的团队加成 那这局游戏打起来 还是很轻松的